乌克兰军车行驶在基辅近郊的布查镇 一路上却得弯来弯去好避开大量死尸 这宛如人间炼狱的景象让军民忍不住痛哭失声 还有人指正利利说当初俄军占领时就在这里无差别开枪 但就还只是表面看得见的惨况 乌克兰国防部公布新影片指控俄军甚至闯进地下室杀人 事实上布查镇街头横躺的遗体中 很多都被反绑住双手行刑事开枪 另外还有乌克兰士兵得小心翼翼以缆线移开尸体 因为传出二军撤离时埋下鬼雷 有些藏在遗体内 乌克兰收复布查镇后还发现万人种 卫星照片拍下一处教堂附近 出现长达14公尺的壕沟 疑似用来草草埋尸 万人种附近有男子不断啜气 怀疑自己失踪多日的弟弟就在其中 居民不解为何俄军赶尽杀绝 为何你恨我们这么多 她问 从1930年代 你已经拒绝了乌克兰 你只想要破坏我们 你只想我们离开 两次我回到这个世界 一次 我回到房间 我乌克兰 不过军车离过程也损失惨重 现场留下被摧毁的坦克车 乌克兰外长将布查证惨况 形容是大屠杀 表示俄军行进简直比ISIS还可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说重话 除了不查证 乌克兰也收复基辅近郊的霍斯托梅尔 现场许多名宅建筑早已被炸烂 包含这名前线士兵的老家 采访当日士兵还巧遇多年的老友 两人上演温情大拥抱 原来这名老友和其他数十位居民 整整躲在地下室一个多月 直到现在才敢出门 乌克兰还收复切尼哥夫这处村落 有士兵拿出战利品 说要留给子孙做纪念 美国认为俄罗斯其实到目前为止 战略通通失败 但这些失败不代表俄军就会真的撤退 俄罗斯目前持续在东部和南部狂轰滥炸 只是对于是否援助乌克兰更多的坦克车 北约保密到家 但表示许多援助都是暗中进行 欧美一定会力挺乌克兰 TVB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